港股半天都沒有什麼方向 而且成交有銀 只有568億 不過板塊都看到一些炒作 說的煤炭和一些燃氣股都比較強勢 上星期和時段我們都談過煤炭 這節就和Jason分析一下 就是下游燃氣股 因為看到那個升幅都有顯著 板面上的股份普遍都升到3%至6%都有 其實幾隻燃氣股 近來都是低位反彈半成至2成4 當中新澳能源公佈上半年業績 那個壽氣量就差過指引 股價都要急錯 但近期都至今個月上旬低位反彈超過1成 先跟進一下那個行業基本面 因為看回國際天然氣價格 其實8月的時候曾經落到低位的8美元 但之後就彈回到14美元 當時就因為怕澳洲三座天然氣的一些設施 工會就罷工 最後兩座設施就三個星期罷工 不過因為歐洲那邊的庫存充足 所以目前的歐洲天然氣仍維持在21年7月水平 當時還未爆發澳湖戰士 至於內地天然氣價格方面 參考摩通那份報告 就說和國際市場是一樣的 目前就回落到21年7月左右的水平 今年以來就大幅下降 但這個現象相反是有利一些內地下游燃氣股 因為它的成本就會減少 Jason 看看你怎樣看內地的天然氣價格的前景 因為看上個星期五國統局公佈的 8月工業增加值的增速是回升 去到7.2% 即是說石油、天然氣開採那方面 是否預視價格再跌的空間是有限的 但反而這些下游燃氣股的成本就上升 其實現時來說 我想燃氣價格來說 因為之前因為俄烏事件 其實就在當時急升完一輪之後 現在回到基本面 就算你看到歐洲方面 開始變回供求方面 其實也變得比較平衡 所以看到天然氣價格 基本上都下回到21年的位置 但當然如果你說計算內地方面的 天然氣方面的 尤其是這批下游的企業 其實你的天然氣價格的升跌 當然他們都會有機制 跟隨天然氣價格而有變動 當然變動上速度就沒有那麼快 但我想現時大家比較關注點就是需求性 因為始終你說天然氣價格高的時間 好實說就算在俄烏事件期間 你看到就算好像新澳能源 這些梯隊的燃氣股份 其實當時的股價 都是表現沒有現在那麼差 反而現階段大家關注的需求性 到底內地方面工業生產方面 可不可以持續維持上一個月的理想增長 這一點我想就會成為大家關注重點 因為天然氣方面都是貴賣就貴賣的 如果你說越過貴的話 其實會阻礙了一些使用者的使用性的狀況 但是有時候這類型的天然氣都是必需品 所以其實都是貴賣貴賣 反而是在看那個使用性 可不可以藉著經濟的反彈 煤動力加大的時候 是用得更加之多 看看藍籌的新澳能源 雖然它在低位反彈 但還沒有在8月24日收市出業績之後 第二天出現那個下跌跌口 它出現業績之後那天是要跌1成6的 除了本身的業績差 最負面就是公司將今年天然氣零售的銷量和核心利潤指引 就由正轉負 最新的指引天然氣零售量就跌不多過5% 即下半年預料都是跌3% 同時液化天然氣某些表現都疲弱 大約跌5成左右 其實本身它都是一隻基金外股 但一變成低增長股 即是全年指引預料已跌 但近來跌到9月6日53.8毫半低位之後 看到一些反彈 是否都在憧憬8月的數據企 玩一些受氣量、單位受氣無利那方面 可以比上半年有一個好轉呢 這個我覺得就是股價都視為超跌後反彈 因為始終你說在業績上的表現 因為始終比市場的落差性是比較上大 由全年中有10%去到股市調整是5% 反映了其實就在業績之後 其實集團方面都對今年下半年 那個盈利方面的一個指望 就真是比較想審慎和保守 因為可能都見到就是液態天然氣方面 那個叫下跌的幅度 真是比較明顯 這一點其實都要留意著就是那個缺失點 怎麼樣可以回補出來 當然現時來說 叫近年的低位 差不多這幾年的低位 開始有個叫回補回到跌勢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一個主要股東 一路增持 再加上如果那些說看業績公佈 當時基本上是一個大跌口 之後再急跌下去 其實你落到近期低位 53.5元的時間 14天RSI去到15點多 那這一種是極度超賣的 其實你再放下去 其實就惹來大家一個叫技術性反彈 那當然這次是藉著有大股東 就是一個主要股東增持 就可以抽圈回初步10天線 但是如果以現時來說 大家都對這梯隊的股份 有一定的審慎的情況 大家都要留意著 因為如果超賣股份 20天線都是反彈短期的目標 那現在來說20天線 基本上就是很接近的了 63.4元附近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 真是有個很大的成交突破 才有機會修補跌口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20天線面對著 阻力會比較大的